Mblock的平板的程式要连接Mbar的机器人 那我现在验的是Macblock 这在展示效果很棒哦 那点起来以后呢 请你把你的Mbar机器人打开 打开的时候呢 我现在没办法让你看 因为没有摄影机 这时候呢 这时候你的那个Mbar机器人会开始闪 打开来它蓝摇侦测灯开始闪 看谁跟它配对 所以我现在呢 启动这个程式 这个 那我们再回选单各位看一下 这个呢 我刚刚启动的时候 回桌面跟报告 这叫Macblock对不对 这个程式可以控制很多模组哦 可以控制什么 这个叫他们家公司叫陈小斌 这叫飞行机器人 也可以用程式控制它 那这叫什么 他们战车 那这个什么 Starter这个 每个都不一样耶 那我们现在手上是哪一台 这一台 所以你要点这个 别点错了 点起来以后呢 好点控制的时候呢 来 那这里三个模组 这边有几个 第一个叫做驾驶 驾驶是一般最常用 这个你画我保证很有意思哦 我画一条线 它就沿着那条线走给你看 守卫 那这个可以做音乐 这个语音控制 那些线程命令 这些都可以用平板控制 我们先看驾驶的地方 点起来 那连接 那请你把你的平板靠近你的蓝牙机器人 那个蓝牙机器人 如果连接通它自己会 灯就会闪了 怎么这次就连那么久 连通的话你机器人会稍微左右晃一下 因为还抖了一面就连接了 好来 各位我先连通咯 连通完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机器人 这时候它会闪 蓝的灯就不会再动哦 这时候呢 看一下手指头在这边呢 往前推一下 机器人就往前移动哦 好我现在往前拖 这样 我的机器人在地上移动了 那往一边它就往右边 这个往右 推着它再往后这个 如果这个是什么 看了就懂了 快速集中 点起来 它会自己跑321开始要充斥哦 充斥三秒钟 那点这里呢亮灯 在连巴机器人就会开始亮灯 点了就亮灯 点了就关灯 啊这个会做音乐 这个是音乐的地方 啊这是 这是风车是什么 它用 有点像秀一段给你看 这也是心跳 这个是模式 驾驶带阵 这基本操作这个 我现在已经连接上了 只不过没有摄影机 没有办法拍到M8 那我们先简单介绍 这个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是我们新北市的新方体育场 海山国小 他们就从头把这城市启动 然后让人家在 那地上画了一个很棒的场景 让人沿着什么极地走啦 上面做了一个大地图 从头到尾就是 连接好 让长官或是让来宾 学习操控 这个用平板操控 从头到尾就是玩这几个而已 那我们回上一个 那这有什么呢 你画我跑 你画一条线 机器人就沿着你的线路 你画S型 它就走S型 OK吗 我们就讲完 来 点这里回上一层 那这音乐家呢 你可以在这边做 Doremi Doremi Fa Sola C A Sami 高音的 那如果点这里呢 圣诞树 现成的歌曲 那这是 Happy Birthday 这个 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体验看看 我们先把它介绍完 那最后这个地方是什么 语音控制 你可以深控它哦 好 压着不放哦 压着不放 就是往前 Go forward 退后 那turn left 左转 turn right 右转 Dance 就跳舞 老师他真的会跳舞啊 不是啦 就左右晃动 像跳舞的感觉给你看 他不可能会跳起来 因为他是有蚊子 OK吗 那stop就停止 所以这是他的命令 那怎么操作呢 他告诉你哦 按住语音的按钮 这时候再告诈 也就是说你 下命的时候 压着他 按着不放 下完命令 那下完命令 他不会马上动哦 因为这即时的 他其实需要通过传输 他必须 这就需要网路 他解读你在念什么呢 你听懂吗 所以命令可以在这里控制 所以基本上 这个模组 其实展示效果很棒 所以一般如果下次 如果学校活动的话 你可以什么 把这个开起来 我觉得最选的是这个 一般家长看到 这个驾驶模式 看着他会觉得很神奇 这个前后左右 那亮灯啊 快速这边去做现成展示 那你也可以让什么 我们来看声控 用声音控制它 如果你忘记的话 就这边再点一下 问号看一下 就是这下下命令 我上次讲往前 他好像也可以 可以 那目前这种 比较安全的语法在这里 有些中文字 可能有路后来没写进来 这是这个基本的操作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模组叫 Makeup Block 我们先把这个介绍到 一个小段落 你可以试试看看 我可以试试看看 不过来的 这把玩具 我可以试试看看